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三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說就是古天樂 我們當然除了時事 有時也會講講其他話題 這一節為甚麼要講古天樂呢 因為網上流傳消息 就說 古天樂 標題也挺嚇人 說他神經傳壞死 今天看到這樣的新聞 當然也覺得 很震撼 也會 在想 很糟糕 古天樂會不會以後拍不到電影呢 一打開你會發現 這個說法就是台灣媒體 台灣媒體報導的時候 就是這樣大字標題寫出來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發生甚麼事 另外也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所謂港產片的問題 因為 古天樂 早前就拍了一套電影叫做明日戰記 想跟大家討論 怎樣為止 本地電影 在甚麼時候 你應該支持某些電影 在甚麼時候你不應該 我認為也應該再一次詳細討論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還是病 不過聲音就好很多 精神狀態其實也相當不錯 不過 也有很多首尾 好像就是大感冒 現在還是有些鼻水 我 無論是怎樣量度 也知道自己沒有發燒 但是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我遲些跟大家詳細 寫過賽後報告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據說古天樂 就是因為早前拍攝明日戰記 就是因為 要穿著那些盔甲 扮機械人 因為這部電影 說的是未來世界 因為是未來科幻電影 那些 故事背景 跟很多 科幻故事 也有點相似 據說他拍攝完這部明日戰記之後 就是因為裝甲太重 令到他的頸椎 勞損 要去 美國做手術 來到這一兩天 就是台灣媒體 還有馬來西亞媒體 也報導相關消息 就說這個 古天樂 說他就是神經傳壞死 要吞這個止痛藥 硬撐著 所以大量的 粉絲或者是 網民看到 當然是很擔心 覺得那麼嚴重 我不是古天樂粉絲 但是我對古天樂的印象也不是太差 一來 古天樂的形象 不錯 二來 他好像也做了很多慈善活動 我們稍後再詳細討論這部份 一看到標題 當然給他一下 說 古天樂就玩完了 說得那麼嚴重 神經傳壞死 好像 快死了一樣 結果 古天樂本人就是出來在社交媒體 回應 他在18日的時候 在社交媒體回覆 忽然間有很多人就來關心他 問候他 但是又不是跟他說生日快樂 他說 就是相關那個報導 標題 是有些客人 但是他又不可以說是完全 錯誤 因為 因為 他就是有接受媒體訪問 醫生跟他說 如果 頸椎勞損 如果再不處理的話 再遲下 累積下去 真的會神經壞死 而且他幾年之前做過手術 把一條 太金屬放在一條頸裏面 所以 醫生有這樣的說法 他繼續說笑 說自己是Iron Man 他就說自己是鋼鐵造的 因為他真的在身體裏面 有太金屬 說回那套電影 那套電影就叫明日戰機 在早幾個月其實還是 相當之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 這部影片 說的就是 未來世界 不過就是用香港做背景 早前 有很多人 覺得要支持本地電影 包括一些 著名的KOL 出來說要支持古天樂 我會很嚴厲地討論這件事 首先第一 如果你說你喜歡古天樂 欣賞古天樂 想贊助古天樂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你個人的抉擇 但是 如果你說要 去支持這套電影是因為支持 本地電影 或者是支持香港 的創作的話 坦白說 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概念 我這個節目 就是一定要把那些問題 define得很清楚 從來就是這樣 我不喜歡被人偷換概念 因為最喜歡偷換概念那個 叫做中共 聽清楚 我沒有說過不准你去 支持古天樂 但是如果你要硬地 把它包裝成為 本地製作 那就有很多個定義問題出現了 首先第一 如果你說這套是本地製作 有以下幾個大問題出現了 製片商 包括 大量的國內公司 包括愛奇藝 貓眼影業 深圳電影製片廠 華人影業等等 你喜歡股天樂 想支持股天樂 剛才說了 不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你 是要 將一個電影說是香港本地製作 你就需要面對 上述的問題 那麼剛才那幾家公司 是甚麼公司來的 香港公司來的嗎 好像不是 如果你接受這個 邏輯的話 問題就很大了 你就要 承認了這些製片商 叫做本地製片商 即是說這些是香港製片商 我現在支持香港本地製作 一想一下你就知道 完全是邏輯錯誤 完全錯到不能再錯 簡直是反轉 你說你 喜歡股天樂的人 覺得他有情有義呀 又會做善事呀 這個沒有問題 剛才也說了 但是你不可以硬把兩樣東西 硬包裝成為同一個答案 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換句話說 古天樂拍這套明日戰記 你可以說 在政治上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 跟國內製片商一起 開發這套電影 第二件事 這套電影的製作 絕大多數的時間 都是在國內拍攝 還有第三件事 這套電影 亦都 很順利地可以在內地 上映 這套電影 到最終在內地上映 應該收票房收了5億多人民幣 但是以內地市場 角度來說 不算收得很好 香港就慘了 香港即使有大量的人 就說要支持古天樂 香港的票房 是2100萬 這是初期的時候 到最終 到了10月份的時候 累積票房應該是7000多萬 這個 數據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為甚麼那些藝人 導演、製片商 全部不敢得罪大陸 就是因為 電影 消費者市場 相差太大 中共 正正就是看準了這件事 他隨意控制哪些是聽話的藝人 哪些是永不錄用 只是單是上述說的那幾點 那幾點 你已經發現 你絕對不能夠將他包裝成為 這個是一個本地製作 我支持本地電影 因為如果你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你為甚麼不支持 葉問呢 不知葉問3還是葉問4 我都不記得 整套電影 是說如何打美軍的 打倒美國 換句話說 你去支持這套電影 或者支持古天樂 不應該將他包裝成為 支持甚麼本地創作 本地電影 這個說法 是會極大問題 其他的 藍絲製作的電影就會問你為甚麼不看 本地嘛 怎麼定義本地呢 黃百明 本不本土呢 本不本地呢 高智深也好像拍戲 那又是否當本地呢 我知道有很多人看了這套電影 因為我也有很多facebook朋友 無論如何 你也不應該 因為你看了 或者支持了 就去硬扭曲那個說法 所以經常都跟大家說 觀念是應該抽象的 是可以抽離的 即是一件事的原則對錯 跟你自己有沒有做 做了甚麼 是不應該直接有關係的 你不是 支持這件事 同不同意我 不是因為你有沒有看過那套電影 世界不是這樣運作 如果 不小心做錯了一件事 就因為做了 就要繼續支持下去 這個才是錯得最離譜 跟以前 不知道港共政府那麼黑暗 不知道中共那麼邪惡 不如繼續支持下去 這樣 就沒有甚麼大分別 這節跟大家 分析到這裏 我提到 小朋友 有一個 罩人 互捕 想聽到 我 是